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收藏 先来介绍三位鉴赏家 他们分别是 著名的鉴赏家 资深的艺术品拍卖界的人士 甘学军先生 鉴赏家北京市文物局的研究员 张如兰女士 鉴赏家资深的艺术品拍卖界的顾问 江青先生 下面以最热的掌声欢迎二位嘉宾 和麻辣评审入场 好 二位嘉宾分别是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耕连凤 朋友们好 正经律师 陈迅先生 大家好 主持人好 非常高兴请到二位 今天在座的投了中老年的朋友 还有很多年轻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们各位 对于民国时候的一些事 一些人 有没有知晓 比如说 有 有 有 为一笑得人憔悴 对吧 第三句 默然回首 哎呦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出 你看 好像几位姐姐跟着我一块都念出来了 谢谢你们啊 知音啊 其实啊 这跟我每人都有关 但是这句话 或者这几句话 出自谁的口呢 出自那个人间词画 他的作者啊 是晚清民国的一个著名的国学大师 王国为 一辈子坚守自己的理想 不管他坚守的对不对 他忠于前清的皇帝 但是后来呢 在民国的时候 又是清华大学的一位导师 但是他觉得这个末世 失智 就是没有这个 没有法治 没有恰当的治理 他心里头他他别扭 他有一种坚守的精神 他实在是想不开活不下去了 最后自己独自走的颐和园 跳了昆明和水之间 人到中年才啊 就是这种坚守的精神 值得我们当代人去思索一下 我觉得现在欠缺坚守二字 其实在民国的时候 那也堪称末世 因为什么呢 国家衰败 民不聊生 国弱民贫 还军阀混战 但是那时候却诞生了很多 国学大师 文学大师 我们可以如手加针般的 跟大家说一说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徐志摩 他的新师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 王国伟 他传播的那种带有 叛逆色彩的泥彩的学说 还有梁思成 林徽因 他们的建筑 还有很多很多了 那各位说了 你说他们什么意思 跟下面展示的这件重器有关 请看 亮宝 好 好 谢谢 说老实话 这样的展品呢 其实我对它一样 跟大家一样 大部分我们都比较陌生 那这是什么呢 这叫手渣 其实说白了就是来往的书信 就这个来往的书信呢 就跟我上面提到的一些 民国的国学大师啊 等等等等有关系 我们还是请鉴赏家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通或者这一组 这几通书章请 这一组书章啊 都是民国时期的一些 著名的学者官员 写给柳怡征先生的信章 应该是他的后背拿出的 柳怡征先生自艺谋 镇江人 他是历史学家 古典文学家 他曾经在这个南北大学 任过教授 1925年之后还落到北京 这里他给蔡元培 蔡元培给他写的信 陈三立给他写的信 这个都是在北京 大部分是在江苏府写的信 后来他当过这个 江苏省国立图书馆馆长 就是现在的南京图书馆馆长 也就是收藏这个 过云楼藏书的那个单位 这个他的学生 清华大学著名教授吴密说 说他国学烟通天下第一 他的学生对他评价很高 好 谢谢张先生 谢谢张先生 介绍这篇柳怡征 另外这个人令我非常钦佩 除了刚才张先生介绍的那些以外 他是前卿的秀才 历经 前卿 民国 新中国 逝世于1956年 在上海去世 享年大概76岁 一生素食不一 死的时候 留下什么了 纸 一床 一桌 还有十多箱子书 这么一位 学富武车 品德高尚 生活简朴 对于他们 我们觉得惭愧呀 是的 好了 谢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有关于这个 所谓末世文心这一期的 一些民国文人的作品 或者民国文人的用品的展示 有三位藏宝人 分别带出他们的藏品出来 请两位嘉宾和麻辣评审 来判断真伪 对了 有讲 讲什么 怎么讲 请听规则 天下收藏 规则如下 现场共设两位带队嘉宾 及六位麻辣评审成员 每个人面前有一个灯箱 它既是表觉器 又是继分器 大家用亮灯灭灯的形式 表达观点 每答对一轮 则亮起一盏白灯 三次都猜对者 获得由栏目组提供的音乐挂一个 好了朋友们 我们以热力的掌声 激励二位嘉宾和麻辣评审 能够把自己心仪的宝贝带回家具 同时欢迎第一位藏宝人出场 大家好 我叫谢立庚 是咱们北京人 现在在网站创业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我老师收藏的 民国时期三审的往来书信 这三审就是沈世远 沈尹默和沈天士 这三位兄弟 他们是民国时期著名的 当时讲究二周三审 就是鲁迅兄弟俩和三审 是非常有名的 因为我的老师 他是一个书法爱好者 并不懂得书信的书藏价值 所以今天想请在座的专家 帮着鉴定一下 我的自爆价是15万 请大家支持我 好 几位 到前面看 建成家也请 这三审 我是略微熟悉的 这些是十一幕 书法家 而且更更更 各身 因为我们经常在拍摄公司 看到一些书法作品 手渣 这个记住了 年轻的朋友们 手渣一般就是名人往来的书信 一般的张三写个李四 那最好就别叫手渣了 就说书信就行了 尺度手渣 好 一眼变真假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认可的就亮灯 那位这东西不对 灭灯 灭灯 啊 有四个灭灯的 谁能讲一讲 书信还有假的吗 请请 我刚才看他那个拿的那个袋子里头 还有一些比较就是泛黄的那种纸 看见这个我就突然想起来 以前我写信的时候 有个桌上搁着茶 或者搁着饮料 那水一洒 那纸就一条黄了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呢 有点做旧的嫌疑 哦 好了 刚老师要说什么 我刚才到跟前看了啊 我觉得他们那个书信来往是 就这边这个 纸比较新的这个字写的很漂亮啊 这个右 就是你的左边吧 我的右边那个纸呢 有点旧了 还有点破了 我就不明白它为什么叫做 什么扎来着 手扎 手扎 书信 我们现在叫书信来往 互相写信 他们叫做手扎 什么意思 但是我们这个后来就是对这类东西统称手扎 那么我想更好的解释 恐怕要出自我们建商家吧 这个手扎实际上是 是我们整理这一类 就是我们认识这一类的就是遗存的时候 是一个归内的说法 就是说这种过去人的书信的往来 已经就是这些东西 我们宠称为手扎 而且一般来讲呢 通信往来的资料 我们叫一封信吧 是不是 他们叫一扎信 一通 不是一扎信 一通手扎 有几通啊 一共有12通 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作为艺术品收藏 文物收藏的一些术语 好 陈先生 是 另外一种表述 应该说是文人默克嘛 叫书信 叫家信多俗啊 那可能文人把它归类为这种家信书信 把它归类为刚才这位干老师说的 他算一个归类 其实我倒是为什么我说 我判断它是真的 因为刚才想他们的年轻人 这种竖着写的 这样形式的书信 可能都没怎么见过 我们这个岁数虽然不是老古董吧 但这个书信习惯 民国时期 包括我的祖父辈的人 甚是我妈妈他们那一代人 都竖的都写过信 另外从这个纸张来看 我认为符合那个年代的纸张的一些特征 因为起码我五几年出生的人 我就没有再见过这样的纸张 那么这个纸张能不能去复古 来自己再把它心智弄旧 我觉得也不那么容易 另外我们知道 现在这个老一代的 这些文学家呀 这些大家呀 这种毛笔字 都写得非常之好 我们这代人真的很惭愧 尤其年轻的 可能字就更差了 所以我觉得 从他落个这个字书信的形式 纸张他这种书写的习惯 包括落款的年月日 包括其中间有一张 还是考试院的 这样的一个落款的这个性质 那么我认为它是真的 那这就代表年轻人说一下呗 当然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是假的 是我觉得即便是再有文化 或者说文学修养再高的人 我觉得兄弟之间 如果书信往来的话 应该更加长一点吧 我觉得稍微显得有点卖弄了 我不认为大家会有卖弄的嫌疑 就兄弟之间 因为他们高度已经到那去了 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会琐碎一点 像我跟我哥哥聊 可能就会更简单一点 就你好吗 你最近怎样 仅此而已 不会太多的那种 您就不写信了 您就直接发短信 微信了 对 你要真正用笔写信 甭说毛笔 对 那我们都觉得很很棒了 好三号你说 是这样的 我想问一下藏宝人 藏宝人你是否知道 就是你是否仔细地看过 你的这些手扎 因为这些手扎是我的老师的 那你就没有仔细看过是吗 仔细看过 对 你仔细看过 OK 披露出来了 因为刚刚 因为刚刚老师说 说他有一个是什么学院 考试院 对 考试院的 没错 然后 对 然后我看见他低头在看 如果他看过 他应该很自信知道 OK就是有 然后他低头这样飘了一下 我觉得很虚 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有没有 如果你看过 你能告诉我 上面的内容大概是什么吗 我刚才说很惭愧 因为这是我老师的场面 这个 我认繁体字和这 尤其是这个行书的繁体字 比较吃力 然后我知道好像 大概是一些诗词唱课 听我老师讲过 他们 几个兄弟文才 很有才华 经常之间是相互写诗的 所以今天想请这个评委 来着帮我见年 请王老师也帮我看一下 我不是特别建议你直接拽评委 就是拿评委当挡箭牌 因为 他的意思就是你应该知道 对 这小姑娘很尖锐 不是 你看律师都夸你了 这小姑娘很尖锐 谢谢您 谢谢您 是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他拿书信来 那个不管袋子里装的是哪个书院的 你低头看了也好 OK这个问题过 但我觉得你最起码要知道 内容大概是什么 你大概的太泛泛了 小姑娘的意思你凭什么开价15万 你要15万 这句话说对了 没错 你要15万 你要让我知道上边最起码是什么东西 这样我才能觉得 为什么他值15万 是因为当时的书法讲究是南审北渝 这审就是审隐墨 没错 内容呢 如果他说你好吗 哥哥 我最近生病了 我觉得这封书信 他就不值15万 现在原告和律师都已经发现了 对 对 这么合我的成倍 律师也好 那个小姑娘也好 说得很对 请您把这个书信 给我们说清楚一点 关于价格问题呢 我就觉得 主要它是个真品 恐怕15万都不值 现在你来被告 做最后的 陈述 陈述 给我的一次机会 谢谢 首先呢 这个大家可以参加 这个年月日是 民国32年7月 那就是1943年 没错 他们兄弟三人 都是在重庆 当时这个抗战的形势 已经进入相持的阶段了 写的诗呢 是希望早日收复纪北 收复北平 因为他们是从北平逃难过去的 你好 你也否认 他先说 我 那个 干了 我就什么呀 我刚才看了 我就觉得吧 他这个书信这一块呢 收藏 种类很多 我就觉得他这个纸张 咱们别说这种 四五十年 五六十年 七八十年 留下来的这张纸 到现在应该什么样 十年前的纸 你放在抽屉里 你就静静的让他待十年 再拿出来 他也不会像 他这张纸这么干净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我觉得啊 像手扎这种东西都有非常有纪念意义 比如说 王老师给我写一封信 我 我就是今后不在了 或者说留被我的孩子 那么 我也会珍藏 给多少钱都不卖 因为 这种东西是友谊的象征 如果我去买一个手扎 那么也是为了研究 我觉得这种书信呢 在这收藏领域啊 有 有研究价值 但是呢 欣赏价值和艺术价值 我不敢苟同 好 我现在问一些介绍家 呃 现在是 手扎也有造假的吗 那当然有 那有 现在 其实刚才几位这个 争论的这些 呃 点啊 结论怎么样 我不说 但是今天的这几个点 都是我们在 建设和鉴定 手扎的时候 这几个要点 比方说 财质的问题 是吧 纸张 断前不断后 是吧 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 在很久以前的纸张都会有 是吧 我们现在我们还可以 我们甚至可以找到 宋代的纸都有 比方说 这是这封信 写的时间 还没有这种纸 那这封信肯定是假的 断前不断后 就是财道上 能解决一方面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 书信体力 大家知道 水湖里面有一个章节 带中 去冒这个 这个冒险去送这个 梁中书一个假的书信 他岳父的书信 是吧 最后露了下了 因为后面盖一张 是吧 那说 老丈人给女婿写信 怎么会盖张呢 这一下给露了下了 就是水湖里面 有这么一张 那说明他体力不对 所以这就是 也是建议他 一个 也是一个因素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他的书写的风格 因为每一个这些人 我们现在能够流程到现在 被我们保存 被我们真实到现在的 一定是历史上 有名有姓的人 一定是我们现在 遵循的人 然后他们一定在 书写的风格上 一定有他们 我们有一定的 标准的认知 所以这样的就是说 在书写的风格上 就书法艺术上面 我们来做一个建设 我想刚才大家 这个争论的这几个点 结论不说 我想都 我应该都说 切中了要害 这几个点 所以值得鼓励 都非常靠谱 非常好 好了 咱们来二次探析时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好 有变化了 老师 我先说吧 这话先说一下 好 因为那个 对这个书法 在欣赏的时候 这个 如果是传世的这些书法 像王羲之的蓝庆旭 也是他喝完酒以后 在取水流伤 文人歌赋的时候 然后随性写了这么一个 而且像这种信扎呢 他不能说像 按那种传世的那种 一个横幅啊 一个这个 去来 这么来看 他是很随意的 但是这个东西呢 既体现了 他的功力 又体现了 他人文的一种情怀 所以他不是说 光写一个 什么使尽狼箱 后德载物 你看不出他本身 他是应景之作 这个东西呢 恰恰能反映出 他们交流的一种 思想性的功力 从他这个 用笔来讲 看着是比较 帅意的 是你看 有大有小 并没有刻意的说 排得很整齐啊 很那什么 所以从各方面来讲 我觉得这个 我宁可相信 他可能是真的 因为对神尹默这个 了解不是很深 五三号 你说 我觉得吧 就是因为您的这个思想 人家造假 才会这样写 然后我还有一个疑问啊 就是说 比如说我现在长大了 但是我十年之前的填额本 我还能找得到 它依然有空白的纸 你能保证只是真的 你敢保证字也是真的吗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 我想问一下藏宝人 他是一个人写的吗 还是兄弟三个人 不停的来往的书信 往来书信 对 这个就有问题了 你看啊 我给王刚老师的信 在王刚老师手里 王刚老师给我的信 在我手里 我就很诧异 你从三个不同的地方 把信都存在一起 我真的很佩服你 参加成为 所以我觉得 你佩服你的老师 我发现陈旭先生 很佩服这三号 他这个灵压力持 能言善辩 思维呢 不管怎么样 立论对与不对 但是说他能论证 自己的观点 小妹啊 我跟你说啊 你刚才说的人 王刚老师说 人家搜藏 就专门收集 这个沈氏三兄弟的书信 所以说 尽管你常规说 你王刚老师给你的信 应该在你这 你给王刚老师信 应该在王刚老师那 不对 人家搜集的人 麻烦您把王刚老师信给我 完了我跟王刚老师说了 这漂亮小妹的信你给我 我跟你这么讲 如果您跟我要王刚老师信 我一定不会给 那不对 那你不对 他等着就像刚才那个小红 那么说的 说的我挺感动 挺伤感 有点白化人 送黑化人的意思 不是 而且您知道 现在这个 是不是 万一咱们都有那一天 最后你 你后来就掌管不了了 对 但是 但是信的内容这么好 说实话 比如说您平常给我问 哎 你营营你最近过的怎么样 可能这封信 我可能会 说句不好听的 人家问我要 我说好 这是王刚老师的手笔 给您吧 但是如果是这么好的内容 我是绝对不会舍的 我一定会压箱底的 所以说实话 老师不是说了吗 万一您 是吧 库住了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重点 我们要非常客观的 想一个问题 你的下一代人在管这个书信 说不定的 他们一觉得那么珍贵 对 如果下一代人就更难找了 一找本人都已经找到 都路途了 不是 他们现在 他们现在讲的重点是 你们脑 你这个 是以咱们现代人的思想 从收藏这个角度来讲的 但是我们觉得 我们现在所说的书杂 一定是名人书杂 对 就你和我的等于没用 要是 这我说实话 所以我觉得 大家首先在概念上的 一定要 要想清楚 好了 我们先请出建厂家 对这件 藏品的意见 谢谢 谢谢 注意 我们三番定 乾坤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小剑 一半亮 谢谢 三号 你们确认你们是这样的结论吗 我就是为了把他们说明 真厉害 我只能说 那边 陈律师 你那个事务所是不是考虑考虑 那三号 这小姑娘 真可惜 不是学法律的 这个口才 这个思维 真的很不错 好了 真的很遗憾 这些家庭怎么改 我们请出护宝锤 叫什么叫习惯的力量 一碰着要变真伪 这个 警官结药的时候 就要请出户保锤 结果 嘉丽给我淋衫一支笔了 如传俱笔啊 生死文书签过了 签过了 如果真像你说的 这是民国时期三审的 互相往来的书渣的话 将给你有 北京营市国际排卖有限公司 提供的金牌 如果不是 那就刷刷刷刷 拿回去的保存吧 退出去怎么样 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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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说不一 好了 这还好 头一回这 一边红 一边白 正好是 一比一 现在赶也来不及了 我打开了 不对 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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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您看 我留留留留 留两张吧 我刷一张 您把这缝给我留下来 缝很重要 对 还有看着这个繁体字 我还有点感慨 1959年的时候 我小学四年级 当时是个非常逃的学生 面临着被开除的危险 后来我后发奇想 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结果没过15天 半个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回信了 那个信签 其实标准一面信间 信方也是红色的大签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 然后底下 那么上面 底是红色的大印 上面也是中共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办公厅秘书室 还是繁体字 我听你拿耳笔去了 你听我拿耳笔 你的意思 你这肯定不刷了 刷不了 真的吗 打开刷也来得及 民国三审信扎 审监事审隐墨 为民国实习北大著名教授 信扎品相上述完好 纸张墨色时代 特征明显 书法精妙 有大家风范 往来筹达 情真一切 经鉴定为以上作者真迹 存事稀少 市场估价约十万元 恭喜你 我们请张如蓝老师给你颁发金牌 我站着由衷地为你喝彩 我觉得应该的 尽管我们现在已经是到了二十一世纪 各位很多都是九零后 我们有新的生活方式 有各自不同的学习方式 这种不同 尤其是跟将近八十年九十年前 甚至一百年前 的确变老 但是对那个时代我们不能忘却 我们应该了解 甚至也该继承的 要继承 好了 掌声欢迎第二位藏宝人 大家好 大家好 各位麻辣评审 王刚老师好 我叫崔美芬 美丽芬芳的意思 我是一名舞蹈老师 我来自三清水秀 风景融化的湖南常德 堪称世外陶人 如果还没有机会 出我们那里旅游的朋友 今天可有眼福了 因为我今天带来的这件产品 是民国时期汪野芹 画的三水纹茶壶 它上面的风景呢 就跟我们那里的 洞庭湖桃园 是一样的美丽 所以我的报价是 46.8万人人民币 希望大家支持我 谢谢 谢谢 他不报4846 非弄个46万8千元 这个就挺有意思 好了 几位上前看 各位亲爱的 各位亲爱的 这边拉边 都有一些问题 你好不好 我收了不算 汪野芹 好像是珠山八友之一 是不是 对 那么先请电厂 他跟我们介绍一下 民国的珠山八友也好 汪野芹也好 让我们了解一下 这个珠山八友啊 是这个民国瓷器的一个沟峰 它这个珠山八友是以瓷入画 以胎为止 在瓷板上绘画 它的特点是 浓艳俏丽 创造了一种新坟采 是中国画 在瓷板上的拓展和延伸 还有明显的时代风格 以这个海派的绘画 互相表理 珠山八友 从前说八个人 现在扩展到十个人 这十个人是 王琦 王大凡 还有程一平 汪野亭 何许人 徐仲南 郑碧山 田赫仙 毕伯涛和刘宇森 他们把清博明博的粉彩 带入一个高峰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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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完以后 大家来作与判断 一眼变真假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就剩三个认为对的 一号举手了 你说 我觉得他这个画面很完整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他都是一个全画 所以我觉得按照 就是当时 刚才说的这些介绍 我觉得这东西是真的 画面比较完整 如果要仿 也是这样的 还是今天我们两位嘉宾 杨老师 我觉得这个壶 怎么说呢 它是茶壶对吧 对 它不是酒壶 它那个壶嘴特好玩 它那怎么还有个兜呢 我就觉得 是怕那个水烫 它这个地方有点存水 凉一点 写着生命 我当时昨晚半天 对 一般现在 无论是现在还是土掉的胡椎 它都会有一点这样的 它有时候 比较说 比较烫的时候 可能也会说比较凉一点 然后它这个手势的话 无论是作为 现在还是以前 宁国时期 那个时候 战争比较分的 然后呢 它无论是作品 还是在那个时代 就是一个胜利的感觉 一进 它盖上有一个拳头 对 这个有点胜利的感觉 那不是现在你们 这个八年后九年 这种 耶 没见过民国的 马上军阀的部队 大伙 耶 没见过 就是因为有了 以前的那个预造 现在才有这样的给力的 我就觉得 它的造型吧 不是很漂亮 包括它那个霸 那个霸 还有一个小尾巴 这有个兜头 这就一个尾巴 对对称哈 为了保持平衡 水的平衡能倒出来 所以它就做这个造型 没事 一会儿有机会 改变自己的主意 好了 二次探虚实 五 四 三 二 一 好了 陈先生你说 我平时觉认为 我为什么说 它是个假的东西 虽然我对这个 没有研究 造型上 我认为它过于完美了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就是如果它是一个 使用过的 历经这么多年 包括战乱年代 那么能够有这么一个 完整完好的一个东西 能放在我们跟前 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既然是个茶壶 无论如何 应该有过使用的痕迹 从这里 我还看不太出来 有使用的痕迹 起码假如民国世界 虽然没有说多少年 那也百十来年了吧 那么这么一个东西 有这样的一种 崭新的一种程度 在我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包括外边的这些个 画面 应该会有一些 稍微磨损 但你这个非常完好 因为如果我们查 我们都知道 老人喝茶 手里捏着 攥着 再抚摸着 所以这些字呢 不应该有这么完整 这么崭新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好了 我们还有一份 别着急 还有时间 我们先请出 见上台的意见 请 谢谢 都听好了吗 好好想一想 对这件藏品 最后一次判断的机会 好 三番 定前坤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三号又把灯亮起来了 没错 说说你的理由 那个 首先啊 姑娘你长真漂亮 谢谢 然后是 其次是因为 我想问你一下 就这次 哪怕再出破绽 我都认了 就是我想问问你 那胡嘴 我记得 老时候的胡嘴 因为我妈爱喝茶 我们家爱喝茶 然后我也就是 有很多茶友 然后有一些朋友 他的老胡嘴 是这两回错 茶友 是弯下来的 这个我希望 就是老师也好 你也好 就是给我一个 很好的一个答复 然后第二个是 因为就是那个 胜利的小标识 上面有个小狐眼 我觉得这个 也有点问题 但是我就是信你了 这样 我希望你能 给我解释一下 张老师你说 我觉得我们大家来看 首先啊 这个茶壶的造型 千千万 首先要肯定 这东西一定是 老百姓家里实用器 所以在茶壶当中 各式各样的茶壶 就是嘴啊造型 是千变化的 我们从几点来看 它到底是不是民国的 是否是真的 因为在民国时期呢 大部分的料 采含是植物原料 这第一点 那么它画的 一定要吸取了 海派的画家的画法 第二点 那么我们从这个造型上来看 其实它那湖畔 是仿一个龙的造型 都在变化当中 它不是一个 说艺术品 就是一个实用器 好 谢谢张老师 谢谢 好了 最后一次机会了 拿准注意 别听他说的 注意听刚才专家说的 四号你说说 你为什么否定 因为这个民国瓷器 和现在 像张老师说的 特别近 而且现在在古玩行里 说现在访民国 已经没有任何的差距 从色彩画片到造型 非常非常接近 但是这个湖呢 我刚看画的 也非常的精细 但有两点 我觉得还是不舒服 第一个是那个湖底 那个湖底有一圈红的 我拿手轻轻地碰了一下 似乎好像能掉着 因为那个地儿 我看着不太自然 再一个呢 它那个 就落款 和那个树上那个花 我觉得那个红啊 这两个是接近的 有点发橘黄 那个我觉得 特点是艳丽 但是那个我看着 反正心里不是特别舒服 对于我看不懂 不能认定它是真的 我宁可持否定的态度 好 谢谢 我觉得刚才张老师 已经提示大家了 就是在过去来讲 的的确确 比如我们对于民国瓷器 没有一个很恰当的认知 后来呢 由于比如说 康永前的官邀 整个明清的官邀吧 实在是好的 真的少之又少 从市场角度来讲 慢慢慢慢的 其实也就是近几年 民国的瓷器 才起来 在这里我们不否认民国 特别是比如说 珠珊巴友 包括王顾啊 他们这个艺术成就 很了不起 但是不要盲目跟风 还是要秉承一个 收藏的本质 是件雅士 不要把它跟钱绑得那么密 那么紧 这样你为了钱 结果闹不好 你还失了钱 切切 切切 好了 为这么一个壶 咱们已经耽误不少时间了 咱们请出护宝锤 好 谢谢 好了 现在正前八百的问你一句 生死文是签过了 签过 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不退 好 如果像你说的 这真是一件 汪野亭的 绘制了一把粉彩的茶壶的话 将给你由北京营市国际牌 有些公司提供的金牌一枚 如果不是 就是当代房品 当场击碎 对不对 不退 好 其实挺好的 我这样我要砸就砸这盖吧 好吧 鉴定意见 汪野亭款粉彩 山水文茶壶 造型惊讶 画面构图 书朗飘逸画工 京道细致 京剑定为民国时期 珠山八有汪野亭绘制作品 市场估价约25万元 好了 我们请感谢金学生为你颁发金牌 请坐请坐 还有最后一番了 如果前两个亮两个灯的话 还有最后一步了 就将获得胜利了 好 欢迎第三位藏宝人出场 大家好 大家好 王冠老师好 各位嘉宾好 各位麻辣评审的嘉宾好 我叫李子元 来自北京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件藏品 是民国时期黄花梨木质 笔筒一支 我的自报价是2万元 谢谢大家 如果这是个真的黄花梨的笔筒 哪怕是民国的2万元 抱得真的不算高 好 几位 请上演 见上嘉宾 没关系 我给你们解决 我们一般这叫玉碧底 就过去一些玉碧呀 中间是一个空心园 然后是个园子 这里边应该有个琴 就杜琴的琴 C上 好了 先少叙 一眼便真假 五四三二一 请选择 你为什么觉得它不对呢 凭直觉 说实在的 反正长这么大 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如果一个笔筒 要这么大 干嘛呀 那您就错了 有笔就还大的 叫笔筒 这叫装多少 多少支笔 这不 装毛笔 装其他什么笔 装毛笔嘛 对呀 装毛笔不是有那个叫什么来着 那是笔 一种是笔挂 就是笔挂子的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的确是用这 不满你说 不才现在还用这种 然后还有笔架衫 那是您写写字的 你要需要我站着墨什么的 把它那搭上架着 王刚老师说 它的确是一个笔筒 那么的的确 我刚才说我没有见过 以我的常识 就您刚才说笔架衫啊 或者挂在那 因为我们看到的所有的 里方读书人 笔要么架在那 要么洗干净的挂在那 我还真没有见过 搁在鼻筒里的 当然这刚才说的 孤陋寡闻 刚才说既然是个黄花梨 质地呢 看看也的确像个硬木啊 但是我觉得 轻了点吧 我刚才颠了颠 我给您说一下 您对黄花梨不是特别了解 是 你轻指教 这黄花梨最好的是 出自咱们中国的海南 海南对 然后呢黄花梨有两种 一种是它色泽比较浅 成浅黄色 还有一种是色泽比较深 成棕红色 黄花梨本来它就不是和硬木家具一样 就是会很沉 黄花梨本身它质地就比较有一些轻 所以呢 这是您颠起来的分量 有一些轻的原因 这样吧 因为我们做事情更 细致全面 就是更好像讲究或者更相信直觉 那么我赌一下啊 我虽然说不出个道道来 刚才我说了一点点理由 我希望我能够蒙对了 第一感觉是对的 好的 那个 我说点啊 我觉得我看过很多鼻筒 有这样的鼻筒 还有其他那个原料做的鼻筒 挺多的 我们家就有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 应该是一个枕木可以做成吧 它这是拼的 对 你看你的眼力很好 这个拼起来的 我们一般的清中早期以前的 很多都是这个 可能是一个树干呢 他们学下来啊 可以掏出几个鼻筒 知道吗 它是一个整的 为什么要有琴 因为你底下这个作为整的 它不好往里掏 那怎么办呢 这种眼从里边还有一层 这样 这掏出一个了 然后就由小到大 最后 那是那个套的那个鼻筒 套的 这应该是链着的 是一式的 但是这个呢 不是 是粘接的 对 它是拼的 对 我打断您一下 您知道吗 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您 特别特别特别喜欢您唱的歌 今天您看来这么多朋友 大多数都是年轻朋友 您来给我们唱首歌呗 我今天在这宝贝是真还是假 所以因为支持你就让庚老师唱歌啊 不支持才应该唱歌呢 那这意思是他想唱啊 我不会唱歌 刚好歌唱家在 就唱那个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大家鼓励一下 好 好 这这我唱了52年了 时间不长啊 52年还挺短的 对吧 照着100年唱吧 唱年轻朋友来相会 我想这个歌差不多大家是不是也都会唱啊 那咱们就唱一对啊 我来起头 咱们一起唱好吗 王冈老师行吗 当然可以 这现在是你的场子 那您歇一会儿啊 您休息一会儿 您很累了 好的 哎呀 对你坐一会儿 那下面我来起头啊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 当起小船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鸟儿蜜 冲光惹人嘴 欢歌笑意 绕着彩云飞 马轻儿的朋友们 美妙的春花属于谁 属于我 属于你 属于我们 爱是一世纪的新一辈 属于我们 爱是一世纪的新一辈 属于我们 爱是一世纪的新一辈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郑老师 谢谢 属于你们 二十一世纪的新一辈啊 好 咱们二次看 属于十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好 一号你说 据我了解啊 这个很多文人木匠 在用这个黄花梨 做材料的时候 制出来的东西 为了体现这个黄花梨 自然之美 它这个纹路 很少在上面 有一些什么附着的雕饰啊 什么的 我看这个鼻筒 比较 比较简约 然后比较符合这一点 所以 一号 我挺你 谢谢 好的好的好的 其实也不尽然 还有一些黄花梨鼻筒 也像一些白宝 有些 包括刚刚我们做过的 玛瑶啊 玉石啊 等等的 绿松石等等的 也像 但是 特别好的 明目清楚的 一些黄花梨鼻筒 我们叫素筒子 素鼻筒 就是像你说的 为了凸显 黄花梨自身的 纹石的美感 它这个呢 假定我们 它是黄花梨的 它现在缺 我们过去是鬼脸 是不是 这个缺的 比较少 好 小胡 就是我想 请问这个 就是专家 这个鉴定 它现在要鉴定的是 它是鉴定 它的年代 还是鉴定 它的木质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这是个新的 我们不砸它 但是也不讲它 因为它都是民国的 但是对你们诸位而言 请记住 只要是黄花梨的 但是首先是海黄啊 越黄不算 越南黄花梨不算 我说一点啊 我觉得大家在 因为今天的这个 大家对着黄花梨 和花梨的概念呢 都有点猛虫 你看我觉得 在过去 以文物的角度来讲 黄花梨 就是指海南出的 这个黄花梨 那么我们今天 所谓的数 凡是属于黄潭类的 都可以叫黄花梨类 但不见得是黄花梨 听明白我说了 就是说我们在传统 说的黄花梨 和我们现在说的 这个黄潭类的黄花梨 在价值上 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我们觉得 在这个问题上 要分清楚了 那么我们过去 在清代了 我们所有史的笔筒 那么我们是真正的 黄花梨 它在木质上 比较细腻 而且我们说了 它表现了 那木头的 这个纹理的现象 那么同时 笔筒我们大家都说了 都是直的 都是圆筒 但是清代的 明代的 和民国的时候的造型 还略有区别 所以我们大家要 在买这个笔筒当中 看到底是老的 还是新的 还是是否真的是 黄花梨 那么我们还要 从几个方面来断定它 好了 我想张老师讲的 再清楚不过了 两份了吧 我们请出 见识家的意见 再给你们留一次机会 好好想一想 好 好 谢谢 想好了吗 好了 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 三番 第 前 坤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只有三位认为是 民国的黄花梨的 比同辣 一号你说一下吧 我一看她也是北京来的 北京姑娘怎么着 咱俩挺自己人啊 甭管怎么着 我挺你啊 谢谢 谢谢 好 我是这样觉得的 就是我知道大家 可能仔细看了 这个笔筒的口 它里边不是纯圆的 它是每一个 衔接口的时候 有一个出来的小尖 很明显 然后每一个尖的 那个弯度的时候 它都有润滑 就是都有滑到 然后就是亮亮的 这种感觉 明显就是笔蘑菇 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它会 就是再细的人 也不能在这 做这种假眉的干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真的 而且我还要就是 我这个初步的这么判断 其实呢 它就是真的 如果是黄黄梨的话吧 它也不是那种 很上等的那个好料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 明末清初的时候 都是素的 直上直下的 然后呢 就以这个 面上一些文式 天然形成的 给你带来美感 恰恰是晚清明国的时候 把形质稍稍地搞得 复杂了一点了 又弄成这么个窝角 又弄成这么一个 好像有点海棠形的 那个意思 不管怎么样 现在建设家的结论 在这里了 我们请出护宝锤 好 谢谢 好 抓紧时间 生死文数签过了 对 怎么回事 你这么愣着的事 对 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不退 如果真的是像你说的是 第一 民国 当然要是光绪 那就更好了 第二 它是黄花梨 我们指的是海黄 现在我们都 还非得需要强调一下 海黄 就是因为张老师 刚才介绍 现在有很多越南黄 也来冒充这个 当然它也是一种 花梨木 黄花梨类的 但是它不是我们传统 意义上的黄花梨 好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 将给你 北京影视国际拍卖 有限公司提供的 金牌一枚 如果不是 是花梨木的 那对不起了 我要砸了它 甚至海黄的 我也得砸掉一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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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及了吗 对不起 你看人离得这么近 都看真的了 二号 就因为你离得太远 所以 木质 哎呀坏了 木质 海棠式笔筒 这是海棠式啊 记住 哦 木质 是木质 那什么木头呢 是木质海棠式笔筒 怎么这么啰嗦 造型简练 包将完好 经鉴定为 民国时期 花梨木制品 市场估价约 四万元 啊 这个在支持我 我们确定一下 是花梨木吗 是花梨木吧 花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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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所以说 不讲给你 但是也不砸 那黄老师 你们算对了 我算对了 对 否定的 我们强调的 刚才说是海南 花梨 对啊 那我对了 我三个全对了 对吧 我三个全对了吧 我们说砸什么呢 砸不是 黄花梨的 我说花梨木的砸是新的 但是人家又是民国的 所以才给了四万元 所以我三个全对了 因此你这个不讲也不砸 刚才否定的是正确的 耶 恭喜 谢谢大家 东西还是完整的可以拿回去了 好了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了解 我的奖品呢 王老师 后边有工作人士 就我一点对了 真的 看 最后是三个灯子就你一样 就我一样了 顺名点律师也要靠直觉 好的好的 你说的很对 好了好了 那么诸位 我们今天通过这几点东西 了解了民国时候文人的一些特性 和他们的一些作品 让我们记住 文化是我们很早很早 哪怕是民国时期传承到今天 最重要的血脉传承 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们 让我们一起把它继承 传承下去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